你 刘官朋友们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啊视频集体 很久没带这给大家玩过猪了 今天我就给大家再玩一下独猪吧 虽然说猪的伤害消了 但是猪的话还是挺主流的 伤害消了一点没关系 只要能摸到防御塔就很赚 啊 就给大家带来一套再采一系的独猪吧 等级还是六级的 成卡六级 两个五级 两个六级 啊 你个2000分的 细节的哈 咱们来玩一下独猪吧 很久没给大家带来过独猪了 其实我自己个人的话是 玩猪玩的比较多的 哇 这个有点炸对面这等级 对面的等级确实有点炸了 哇 他这个小伞可以这个小伞可以兄弟们 这样的话就六一波放下库罗宾 加六一波就行了 啊 没六都不是很成功 不过对面下了一个剑雨 下剑雨的话咱们就放下采集器吧 因为他带着剑雨应该不会带火球的 我我抱手下我抱手下 这人这人带着卡片都让我有点 摸不透啊 下五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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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药毒药毒药不要不要不要下猪师傅 看一下毒药下 小伞小伞 哎呦咱们这波不是很赚 挺亏的 这个人有这个有苍蝇群而且等级都挺高的 有苍蝇群蛮子群 加弄爆加弄爆加弄爆 采集器一下不要着急 还小伞用了 野猪野猪小骷髅可以可以他这个骷髅是这个松肉的 他这个野猪是完全来松肉的 看一下吧小伞要不要小伞交了交了哎呦这个小伞就要交的有点炸 咱们这波就很赚了 毕竟你采集器的优势发 发挥出来就行了 五层下五层下五层下 然后下采集采集 我吓死我了这个有点肉有点肉 小骷髅小骷髅下 五层啊火炮手火炮手 咱们这个小骷髅防守是很厉害的 是有点爆炸的 小散一波小散一波 拉一下拉一下 毒药毒药直接下毒药就行 哎这个人这个剑语是几个意思 继续放采集器 不要慌玩的时候一定不要慌慌的话你就输了 小骷髅小骷髅小骷髅火炮手 五层下五层下 咱们水费是肯定比对面多很多的 小散小散 野猪野猪 毒药毒药 他输了输了输了 他是水费转不过来的 他水费没有咱们那么多 虽然说对面是九级咱们只有七级 但是还是可以把对面打爆的 这个游戏的话 主要看你套路你套路完的深就不怕 那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